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在台新聞 繼續來看天氣的狀況 因為透真強的東北風 北部是十高冷 上級溫在土層的幽默只有十三度八 台北也只有十五度半 要有更加冷 這就去上級說 拜六 10年以來第一波的寒流就要到位 到時候 台北上級溫 僵下在存十度 沿海控制的地区 竟然會感到像出土 所以鄉親 這個大衣魚要拿出來穿路 上級的山口全部都要欠財 也會記在雅河上 做當冷凍夠落後 這也好受淡白幾乎影響 上級溫在土層 油門只有十三度八 台北也只有十五度五 不過還有國家共的冷空氣 要不夠為 在周三之前 北部跟東北部 還是比較容易下雨 天氣偏濕涼 微冷的這種形態 週四 週五 氣溫六會回升 不過緊接著在週末 會有今年陸東最強的冷空氣報導 拜三 東北幾乎 還會進行 百部級溫的國間只有十五度 到拜四的流比較多 星期六 二檔之後 第一波寒流報道 北部級溫空間只有十度 沿海比較多的地方 和外景山區的地方只有七度 不過因為水氣比較少 中南部有可能快到日頭 這一波寒流是在星期六南下影響會持續影響到星期一的清晨 那最低溫可能會是發生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的清晨或者是星期一的清晨 美食加二十塊 希望可以在冬天溫暖消費才會心 明星期五 星期五 明星期五